自己家的插桌用的是邻居家的电 是真的吗 拉掉家里的总电闸 冰箱竟然还有电 刚装机会在 哪一个应用电器就调啥 所有的开关 所有的插来都是 一插电就调啥 对 所有的都一插电就调 烧的都烧不了 拿个电器试一下 那我把电器刷 一插一插一插 原来机都使不了 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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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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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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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地线可以接的对啊 接的都对 应该是零线和地线接反了才会导致跳闸 一插就跳 厨房这个电闸应该是新换的 测的没有电 拆掉零火线 线路也是圆了接的 测量红线和黄线 看表面没动 打开油烟机 在插座这个位置测量 绿线和红线有电阻 正常 关掉油烟机 测量没有电阻 它这块接的都对 插座线接的没错 那是哪个地方接错了呢 我拉掉总闸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拉掉总闸之后 这个小冰箱怎么还通着电 还在亮灯还在运行 总闸都关了 难道冰箱没通过总闸吗 测一下总闸下边确实没有电 测量这些分闸上面没有电 总电闸的进线 是有电的正常的 那冰箱的电从哪来的呢 跟厨房跳闸有关系吗 测量一下插座 是带电的 插座有电 测量插座电压 电压正常 很奇怪啊 总电闸都拉了它还有电 看一下总闸上面有没有并线 没有 线路接的很正常 感觉很奇怪 接着修厨房 把红线和黄线短接 两个线头碰在一起 然后再插座这一头 测量红线与绿线 不通 红线和黄线 这是通的 确定了 0D接返了 跟我预料的一样 这样就好搞了 找下这个插座原来的D线 就是这一根线 这几个插座都接返了 只需要把零线和D线 倒一下就好了 接着看这一个 这个插座的电从哪来的呢 除了那个插座 其他的插座 厅里的握室的 测的都没有电 很奇怪 就那一个插座有电 那我去楼下的电表箱 把他们家的总闸拉下来 楼上一家一户的电表 总闸都在这儿 拉掉他们家的总闸 看我拉闸拉的对不对 没有电 我拉那个是他们家的总闸 现在总闸进线是没有电的 0或D都没有电 看冰箱 插牌还亮着灯 那插座呢 电比一侧正亮 闪着一些红光 完了这个插座还是有电的 测一下电压 电压正常 这就有意思了 打开插座看一下 这路线往哪走的 不会是从邻居家进来的吧 房东不在 给房东打个电话交流一下 说了这个情况 他刚买的房子他也不知道 哪里 多少年了 如果不注意的话 根本不知道 还是哪里 我跟他也说 他说别处理什么隐患 也就是说 都是为几个电费啥的 该处理就处理 为的是心里一个踏实 你给他包上来 我肯定给他包起来 用电用的心里踏实 用自己的电 哎呀 对 他那小便宜干啥呀 对 心里面踏实 就是不知道这个电是从哪来的 你知道吧 我还是知道从哪来的 我都给你改了 但是 把楼下的电车拉了以后 他还带电 没得 今天现在你说 接给人家电 下线的时候 我估计是下错了 下管的时候能下错了 您这一个插座用不了多少电费 但是 为了图了一个心里踏实 房东也是这个意思 嗯 他也不知道 他要是知道的话 他肯定也不知道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现在他啥也不知道 刚买的房子 他也刚买的房子 我想我们也是刚进来的 嗯 也是刚租的 所以说要不测的话 就根本不知道这一个 还有还有电 行 我这里边给你全断了包起来 那你就好好断 嗯 以后就不用用这个插座了 嗯 包起了不用了 我以前修过一个 自己家不用电 自己的电表糊糊的跑 也是接到别人家去了 加了个盖板 这样他们就可以放心用电了 都打开看了 就那一个插座 就那一个插座不正常 这样厨房的电路也做了处理 把零地线抖了一下 确定接的都对 确定接的都对 直接喝闸送电 所有的都插上试试 所有的插座插上电器 工作正常 这样我的维修位就完成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指点 很奇怪 按下降按钮 设备没有任何反应 而且按下按钮以后 电源灯就不亮了 客户说平时 一按下以后 焦虑接触器会吸合 设备会运行 而现在看都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一个什么电路呢 油压 液压升降的 进线380 没有零线 是缺效吗 测的不缺效 再用弯表测一下三根火箱的电压 400来伏 电压还行 三项电压都有 按下按钮 指示灯就灭 总不能怀疑是按钮不好吧 这个故障现象给人的感觉就是 这个电是个虚电 往往是线路虚接造成的 导致电压瞬间拉低 变压器 可以从这里测一下 这个变压器是输入380 输出220 我得测一下它的输出 它这个设备没有零线 它是靠变压器变出220 有输出250伏 这个250伏给后面的控制电路 有问题吗 我现在按下这个按钮 按上面这个按钮 看一下电压 瞬间就变得很小 变成了几十伏 也就是说按下的瞬间 它这个220伏撑不住 一下就叫上来了 你说是变压器的问题吗 是变压器本身拉不起来吗 再确定一下 电压一低 导致焦虑接触器也不吸合 焦虑接触器是控制油压电机的 是不是输入电压不稳呢 测一下输入电压 400伏 然后按下按钮 电压没问题 很稳 和输入电压没有关系 和控制电路有关系吗 好 这个设备除了液压电机 就是油压电磁阀 别的没东西 都是靠变压器输出来控制 我先拉掉种子 测量一下变压器的输出电阻 这个应该是线圈电阻 这个组织是正常的 这个时候按下按钮 看一下表针摆动 变小了 后面的控制回路有那么小的电阻吗 按下按钮的瞬间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会吸合 所以说测量一下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阻 这个线圈电阻很大 不是这个接触器的问题 那就证实一下我的怀疑 按下按钮同时工作的还有电池阀线圈 再就是三项电机 那这和三项的油泵电机没有关系 没吸合 怎么去测电磁发线圈呢 哪一个是电磁发线圈的输出线呢 它这也没有图纸 那我先拔掉这三个中间接触器 这三个接触器应该有控制电磁发线圈的 这个接触器线圈是220V的 用的是变压器的电 拔掉这三个头 再合上杂送上电 按下按钮开关 指示灯没问题 那跟这三个头有关系吗 慢慢来一步一步来验证一下我的推测 先拍出这三个接触器 测一下它的线圈电阻 光看表征摆动的位置 就能看出来这一个线圈是没问题的 接触器没问题 那就一个一个往上装 先装这一个 按下按钮 没问题 再插上一个 再来测量电压 按下按钮 这个也没问题 再上第三个 看看好不好 按下按钮 电压瞬间就拉低了 这是第三个接电器的问题 这是第三个接电器的问题 拔掉第三个接电器 再测就没问题 现在就是没搞懂这个接电器输出 这些线哪根线有问题 线圈电压 按下按钮以后电压正常 这也确定了是后面负载的问题 这有接电磁阀线圈的吗 这个线是不是电磁阀的线呢 我就是想找电磁阀的线 差不多 这几根应该就是 捋一下线 把这个扎带给剪断 这设备多少年了 没坏过 这路线是电磁阀的线 还是形成线位看官的控制线呢 反正是往上走了 可能是电磁阀的 它这个设备液压电机和电磁阀都在上边 那就测这个液压电磁阀 看这一组 电阻正常 这一组呢 电磁阀的线圈电阻 比刚才那个大 再看这一组 这个电阻小 它还不是短路 爬到设备上面来看一下这个电磁阀 三个电磁阀线圈 上位两个 这两个电磁阀应该是一个升一个降 先拆开这一个 侧这个插头 看电阻 这个正常 看一下这个线圈 这个不好 电阻小 它还不是短路 如果短路的话 它就把变压器给烧了 这个电磁阀线圈是有问题的 三个电磁阀 下边那个也没问题 那就拆下这个电磁阀 很紧 这个设备还从来没换过电磁阀 把线圈往下拿 拿不下来 应该是里边膨胀了 这个用手是拿不下来的 这个得把它撬出来 线圈有裂痕的现象 这个要换个新的 一个新线圈 看一下电阻 正常 那就装上试试 装线圈不用敲 次流就进去了 它这个是可以活动的 刚才拆那个旧的那是膨胀了 插上插头 固定 好了 这样这个设备就修好了 我刚开始想可能是电磁阀的问题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测电磁阀呢 好